传说的故事 泰国廊开 龙的传说 每年泰历的十一月 或者在雨季结束后的某个夜晚 在泰国东北部廊开府附近的湄公河和面上 都会出现神奇的现象 夜晚 浑浊的水面上会突然喷涌出一个个硕大圆润的火球 缓缓升上天空 出现水火交融的奇怪现象 除了狼开府之外 邻近的几个地区也偶尔会出现这种景象 泰国人称作那家火球 那家 印度神话当中的龙 就好像咱们崇拜的龙一样 在泰国的传统图腾崇拜中 也有一种奇特的动物称作那家 在如今泰国的寺庙之中 随处都能见到那家的形象 据说那家生活在大河的河底 虽然只是传说 但不少人相信那家的存在 尤其是泰国东北部 流传着难以解释的那家火球现象 让不少传统的泰国人 对那家深信不疑 由于那家火球现象的出现 而且一直没人能说得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使得那家的传说更加令人震撼 那家火球出现的并没有什么规律 主要有粉色 红色与橙色三种颜色 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忽然从湄公和水面上出现 然后缓缓升空 到达一定高度后就会消失 这样的现象 已经不知道持续了多少年 公元十四世纪 就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记载描绘 泰国人相信 湄公河的河底居住着一条几倍为金色的巨大那家 她每年在解夏节前后的夜晚 就会向空中攀射火球 以保佑当地平安 零海种 member为金色男人 看到火球的时候 准备看 对